在藥妝店裡 前方的夫人把連身裙撩到胸前 一派輕鬆挑選試用品 夫人拿著保養品在身上不斷塗抹 從手臂 肚子再擦到大小腿 簡直把公共場所當成自己家 但另一位同樣在藥妝店 試用商品的夫人 卻跟店員大吵一架 你責備我 有 你說我用太多 不好意思 夫人情緒激動 不斷質問店員 如果商品沒試用過 怎麼知道買回家會不會造成過敏 激動的語氣引來眾人側目 最後店家只能無奈報警 但就連警察也快招架不了 夫人的施口功 為了讓消費者挑選適合自己的商品 藥妝店的開架式美妝保養品 都會提供試用服務 但像是睫毛膏或是口紅 唇米品項 如果久久沒有補上新的試用品 就會整個乾掉難以上色 開架式商品價格親民購買前的試用服務 也沒手 因此養成了許多愛漂亮女性的購物首選 只是在試用商品方面 真的得像這名夫人一樣 塗抹越多越能知道自己適不適合嗎 是有看過試用 可是沒有看過好像有點誇張 可能就只有插手吧 不會用到那麼多 應該都是買回家吧 怎麼可能會在現場就這樣子用呢 為了吸引消費者上門藥妝店 除了得定期補上試用品 也得以客為尊 盡量滿足客人需求 畢竟誰願意把財神往門外推 記者請家明秀為台北採訪